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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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志愿 放飞了思念 昨日期许的永远 穿越烟火飞旋 同往的好远 绚立了你我初见 清晨到黄昏 拱手的誓言 一次次微笑情愿 当时光的突件 珍藏了感言 勝負着梦的碎片 这个世界总会有 为你而击伴的我 陪伴中的深情 就在没有了尽头 时空的樱花 又浅气的温柔 让回忆自如漂流 这个世界总会有 为你而击伴的我 心像动声跳 如另一颗心的山霜 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 爱就是最美时刻 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 爱就是最美时刻 可 伪婚还声称自己倾心于一个小小的侍卫 你是将我大辽的太子置身于何种境地呀 交好 你大辽若是真想与我大宋交好 便不会在这宴席上对我百般羞辱 我今日可以喜欢一个侍卫 明日也可以喜欢一个江湖高手 甚至是一个骗子 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 只不过我身为公主 这种自由无法由我自己掌控 莫说是我 就连你辽国的太子 也要撇下自己心爱之人 去娶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女人 难道不是吗 公主真是说笑了 何来心上人一说啊 别装傻了 那日你我在霸州相遇 你身穿宋人服饰 寻找自己心爱之人 还似称身不由己 只能另娶他人为妻 甚是苦恼内疚 当日那般情深一切 如今却不肯承认了 公主 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我从未离开过这里 公主怕不是认错人了吧 既然殿下一口否认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我还是要问一句 你敢当着众人的面 说你当真没有心上人吗 心上人 可遇不可取 本王很羡慕公主 心中有所爱之人 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本王也只能夺人所爱了 好 殿下还真是多负面孔 看来那女子 还真是微不足道 一厢情愿呢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只是殿下的态度 让人不得不这么想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 同为女子 我还挺为他感到不愤和难过的 渣辣哥哥 你当真没有心上人吗 还是你觉得我身份卑微 一厢情愿 又微不足道 联姻之事 又何止是我一人陷入不省 自古红颜多薄命 最是无情帝王家 依我看 这联姻还是作伴 不用多说了 小月 小黄叔心里都明白 还真是 大都好物不兼劳 踩云一伞流离翠啊 这簪子 本是我大宋皇后的传家质宝 在公主出嫁之前 打算传给她当作嫁妆的 本想悉心打扮 来见自己未来的夫婿 更何况 宏姬殿下心中明明有着另外一个女子 而冷露了我们的公主 试问 哪一位代嫁女子 能受得了这种委屈呢 您说是不是 宏姬殿下 公主因为殿下的心思而吃了醋 又觉得甚是屈辱 情急之下 才拿出了展大人当挡箭牌 毕竟在这异国他乡之中 也只有自己人能扣得住了 王爷说得没错 我身为公主的侍卫 怎可能对公主有私心 况且 展某已经有心上人了 也已经私定了终身 好 还真是一段佳话 放心 就算公主心中有所爱之人 本王也不会介意 毕竟感情这种事情 慢慢培养 总会有的 先是因为在众人面前 被拔了发簪丢了脸面 而后弄坏了自己母后 送给自己的嫁妆 再加上看到殿下心仪 着另外一个女子 公主一气之下才说出了 悔婚这种话 不然 你们还想让公主怎么样吗 我们千里迢迢 从大宋来到辽国 如果你们不欢迎可以直说 大不必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们 羞辱这门亲事 如此这般 到底是我们丢了大宋的脸面 还是你们 丢了辽国的脸面呢 你们宋人还真是个个生的一副好嘴皮子 是 方才是我不慎摔断了公主的簪子 可我已经道过歉了 宴席之上当众摔酒壶 也不见得你们宋人多有礼数吧 宁王爷 辽宋联姻本就是由宋国皇帝先提出来的 王爷若是忘了这联姻的原因 我在这儿便想提醒王爷一下 天下分地 我辽国兵强将勇 国富民强 你们把公主送来和亲 不管是为了利益也好 还是为了天下太平也罢 说白了 就是打不过我们辽国 今日一见宋国诸位 当真如此 公主 你也莫怪自己身不由己 要怪就怪你没有生在我们大辽 真是笑话 你们何来自信自恃孤傲 你可知在座身份何其高贵 宴上哪有你狂飞之地 你一个小小的侍女竟敢如此大胆 我并没有说错不是吗 要比诗 也是你们说的比诗 既然这舞蹈也比了 写诗也比了 那第三关 不如我们比比武怎么样 好主意 方才大家争执了这么久 想必也累了 不如趁此机会比试一番 给大伙助助兴 不知宋国打算派哪位出赛 展某冒昧出赛 南侠展昭 正是 既然是比试 就得有彩头 你想要什么 南侠展昭 南侠展昭 正是 既然是比试 海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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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万英之神 这天下也没有几致 展某知道 就是因为珍贵 所以仰慕许久 殿下 如何 为表诚意 若是我输了 便奉上我大宋的万年神规 全天下同样没有几致 拥有神规者便可延年益寿 好 谢过殿下 那你们打算派谁出赛 我来 傅氏大人 宴席之上 为何还不以真面目示人呢 回太妃 我曾被一场大火销伤容貌 一直以来 都带着面具 傅氏大人 想怎么比 既然来了我大辽 就应该遵循我大辽的规矩 展大人可敢跟我比剑 不行 这剑术是你们的强项 凭什么拿你们的强项 跟我们的弱项比 这不公平 怎么 现在怕了 若你们肯认输 我们便放你们一马 好 展某遂不善剑术 但恪随主辩 请 请 一共十六盏孔明灯 每人八剑 多者为生 傅氏大人先请 不必了 我不占你便宜 你请 请 这展昭能行吗 要射中孔明灯 并非是将灯射破 而是要射中灯芯 才能熄灭烛火 使孔明灯掉落 这孔明灯飘在空中 相距遥远不停 且飘移不定 况且这烛火尚在灯内 光影重重 这可就难了 好剑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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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律菩萨奴 你怎么回事 这是枉为我大辽第一勇士 好了 既然结局已定 便不用再纠结了 二位武艺精湛 真是令我们大开眼界 谢殿下 谢殿下 殿下 万年神规虽然是比武采头 但方才宴席上起的争执 给诸位添了麻烦 为表歉意 也为表大宋玉与 交好的诚意 待宴席结束之后 我便派人将万年神规送与殿下 既然是延年益寿 为何不送给萧太妃啊 殿下 我便将万年神规送到太妃账上 好 好 既然是为了两国的友谊 你们宋国讲究礼尚往来 你们宋国讲究礼尚往来 我便将海东卿赠予你们 希望他能够代表我们辽宋两国的关系 我们辽宋两国世代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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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应你 好了 天色也不早了 想必大宋的公主也乏了 我们早些回去歇息吧 小月 公主你怎么了 小月 公主 公主并无大碍 可能是因为路途劳累 再加上刚刚喝了一些酒 睡一晚上应该就好了 累就好 今天本王也累了 我回去休息一下 这儿就交给你们了 王爷放心 有点了 小七 我不要 给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小七 你还在生过气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其实你也没做错什么 只是我们俩立场不同吧 不过你说话就说话 你干吗吼我呀 好 我给你保证 我以后绝不好你 绝不 绝不 你饿了吗 我去给你拿吃的 好 你等我 占大哥 展大哥 我怎么觉得这儿的月亮没有我们那儿的亮啊 小七 你是不是想家了 有一点点 委屈你了 你别这么说 是我自己要来的 再说了 有你在这儿 我也没有那么难受 对了 这些啊 是咱们的侍女们 吃不惯这里的东西 自己做了一些饭菜 我呢 就向他们要了两碗米饭 这个豆腐是我自己煎的 你尝尝 你多剥点过去啊 我不要 我吃一碗就够了 你一向吃那么多 今天怎么吃一碗就够了 我以后不会吃那么多了 为何 我们蜀中那边就有一个女的 她就是因为吃太多了 然后富家养不起 她就把她给休了 我决定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比你吃得少 你就放心吃吧 等公主醒来 你还要成朽地照顾她 多补充补充体力 嗯 怎么样 好吃 陈大哥 你的最后一件 是不是故意输给耶律菩萨奴的 没有啊 嫌断了嘛 屁不如人 我怎么看着像 你故意让着她呀 小夕 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真的是故意的呀 你为何要让着她呢 这样的话 她们这些蛮人 不就觉得我们更不如她们了吗 其实吧 就算我不这么做 我也未必能赢 耶律菩萨奴 是辽国文明的神剑手 我要是赢了她 就是消了辽国人的面子 就算是无意 也会引起无端的是非 咱们以后在辽国啊 应该收敛锋芒 否则会行事不易 可是你这么一味地让着她 那她们就会更欺负我们了呀 小亏无妨 自然是不能吃大亏 所以 你从今天开始 就要学习分寸二字 我觉得 你讲大道理的样子 真的蛮张人喜欢的 再吃点 别曾期待 换过几种色彩 血后的意外又一对白 刚刚公主在宴席上说 她的心上人是你 公主的胡话 当不得真的 可是公主那么漂亮 你从来没有想过吗 没有 一点点都没有吗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默默关怀 那眼里呢 眼里 心里 都只有你 行 你 让我看看 别近点 我默默关怀 如若和你牵手 穿过人海 留表心意 恍若是外 留恋往返 默默关怀 心的气把会松开 如若想想 我爱的怀疑开 都真的人也有依赖 别有心里的花更在 青苏只剩的脑海 一再一再 蒋大人 公主 要不我晚点再来吧 公 公主 没事 你说吧 我想 让你陪我去送万年神龟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 六斤好像让我一会儿去叫他 我 我们走吧 附使 殿下 宴会方才结束 副使为何不下去歇息 回殿下 属下负责夜间巡逻 不敢怠慢 宴会之上并未饮醉 真是太辛苦副使了 我有一事 想让副使为我解惑 殿下请讲 那宋国的展昭 为何要在比试中 故意放水 既然如此 那他们开始 便不比试就好啊 回殿下 若是在宴会上 不比试 那宋人 只怕是会严命尽失 也对也对 比也不试 不比也不试 比了还要在比试中 故意输掉比赛 反倒最后 却偏偏打了一个平手 这宋人的心思 真是复杂 可我还有一事想不明白 副使又为何要放水 回殿下 属下只是既不如人 但 绝未曾放水 别紧张 我随便问问 天色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哦 对了 记得 把海东青送过去 是 你 你知道我此事在想什么吗 不敢妄加揣责 还请公主见谅 无妨 从小到大 没有人在乎我真正想些什么 公主 属下不是那个意思 人人都叫我公主 也都希望我成为一个好公主 刚刚我就想通了 从明天开始 我就好好地做一个公主吧 公主 我来吧 我来吧 很多事情我总要随着自己去面对的 我 我 即便我依然会对 要嫁给一个我不爱 也根本不爱我的男人而感到惶恐 如果换作是你 家国大事和心爱的女子摆在面前 你会怎么选 我来 如果能找到两全之法 詹某愿为之付出生命 当初我执意让你陪我入疗 终身不得回宋 你有怪过我吗 没有 那我当着众人的面说你是我的心上人 你信吗 不信 为何 因为我知道 公主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 若是真的喜欢 就没那么轻易说出口了 也是 我当时逃跑的时候 根本没想过要戴上你 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 入疗之后 我想了很多 也许我只是把你当作一件精致的手势 所以越得不到就越想要吧 可是现在不会了 短短两天 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我了 我明白了 得不到的也许根本就不属于我 比如自由 比如你 人人都会羡慕我 胜于皇室 想要的东西都能得到 可真的是这样吗 算了 我还是好好地扮演好一个 人人都羡慕的角色吧 展大人 就送到这儿吧 公主早些休息 你怎么又除了 人都要得到 我们inte子 儿子 Så никак 都好 祝你 你回来啊 也许是那个神龟爬得太慢了吧 丫头 我今天做的那个诗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 文采斐然 因为那是给你写的 谢谢啊 这 这太凉了 我回去热一下 热一下 丫头 今天我说的 千万别当真啊 我先走了 来 辽国的酒裂 王爷这般喝 怕是会醉得厉害 醉了又如何 凡是三千 酒消愁啊 借酒消愁 愁更愁啊 你这人真的很讨厌啊 对了 刚刚和你比武的那个什么勇士 把海东卿送过来了 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 詹某绝无此意 王爷为助开封府纠察贪官 与朝堂党派周旋应接不暇 在詹某心里 对王爷只有亲辈 对 那丫头怎么会看上你呢 我到底哪点不如你 詹某 远不如王爷活得随心所欲 那你的意思是 除了这一点 我一个堂堂王爷 哪一点都比不上你了 其实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王爷比我更懂他 那他为何不选我 那丫头说她一点都没错 你根本就是个呆头呆脑的木头 瞧你这个惊慌失措的样子 真是个小男 为情所困 不过是龙中之牛 我可不会如此 那海东卿本王已经把他放生了 王爷 那海东卿可是送了两国交好的礼物啊 若是真心交好的话 谁在乎这些虚子 你说呢 一同喝的话 不算这酒消愁吧 展昭我告诉你 这丫头是本王让给你的 你要是对她不好 我随时把她抢回你 展某此生不负小七 丫头 小七 小七 丫头 还是我教得好听你 我告诉你啊 以后少在本王面前搂搂搂搂的 我看就难受 行吧 你们什么意思啊 你们敢对我们家王爷动手 太子贯罪下来 你们单单的起码 诸位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展昭 这是怎么回事 昨天也好端端的 都给我拿下 我等来辽国和亲 你难道还想囚禁我们不仇 你们这些卑劣的宋人 竟敢谋害萧太妃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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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越大王 王叔 您怎么来了 身体好些了吗 我刚到军营啊便听到出事了 这两国之事啊 定度可要慎重啊 王叔放心 此事我定不会草率处理 好 王叔请上座 不用了 我就坐这儿就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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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 本人是辽国南苑大王 夜律崇光 行 你们说 你们说 副使 营中查探可有发现 回太子 萧太妃 是被宋国所赠的万年神龟所杀 中毒致死 还是得查明此事 在下定论哪 不用查了吧 南苑大王 这事实 都已经水落石出了 就是这帮宋人 谋害了萧太妃 小王爷不要乱说话 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消息 就是你 还假惺惺地送什么万年神龟 就是你们在上面屠毒 来谋害萧太妃 真是卑鄙 话可不要乱说 我们大宋行事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 怎么会做这么龌龊之事 再说了 我们这一次来 是为了和亲来的 为什么要杀萧太妃呢 我现在 就要把你的心肝 偷出了祭典休场 小王爷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殿下 此事绝不是我等所为 还请殿下给我们些时间 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 哼 我看你们是想办法逃走吧 大宋 来与我大辽和亲 却在期间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不想引起两国之间的矛盾 但是萧太妃遇刺一事 我必须要个说法 皇之 不如就给她一个机会吧 让她去查明真相 如果查不出来的话 那证明她心中有愧 我们可以按照大辽的律法 去惩治他们 这样 宋国也就无话可说了 南元大王 萧太妃被人毒害 还在这里帮宋人讲话 您安的是什么心呢 这说话可是要凭良心呢 我这也是为了不让大家伤和气嘛 难道我大辽 还怕了他们不成 梁国联谊不是儿戏啊 你说我大辽这么多勇士 那都是父母所生啊 他们不惧生死 我等更应该保护他们的周全哪 还是皇叔 官妾将士们 不过萧王爷 说得也在理 若是他们故意拖延时间 难道要本王 在此等他们宋国的皇帝 来要人吗 除了此等大事 定是有人想破坏宋辽和亲 此事关系到两国关系 我们定不会拖延时间的 你们怎么这么拖延时间 你们怎么这么拖延时间 我来做人质 公主 小月公主 我来做人质 让他们去查案 查不出来 我便任由你们处置 好 你们打算要多久 一天 一定会水落石出 不行 谁会等你们这么久 最多一个时辰 你疯了吧 一个时辰太过苛刻了 我给你们两个时辰 若是查不出凶手 你们宋国 要担责 好 一言为定 如果我们查住真凶 你们不能再为难我们 我以我太子的身份 向你们保证 有劳父使 把大宋的公主带去崖障 保证赵王 是 就靠你的了 有劳父使大人转答 方才 多谢南苑大王替我等几位 时间不多了 比起在这里客套 倒不如赶快去查案 免得死在我这儿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不尽人情 跟将死之人 有什么人情可讲 有劳父使大人护送好公主 我们先走了 好 跟以前一样 我把里面看到的讲给你听 嗯 子舒 你在外面看着点丫头 别让其他人影响她 好的王爷 我等奉命调查萧太妃死因 多有失礼还请恕罪 来 公主想一个人静坐 请你离开 这是我大辽地盘 我想去哪儿去哪儿 一个下人要是管不住你的嘴 我就替你把她缝起来 退下吧 是 好个大宋公主 死到临头了 还能这么气定神仙 郡主请节 你闭嘴 明明就是你们宋人所为 你现在装什么装 郡主若是如此笃定 那便拿出证据来 我最看不惯的 就是你这副装作可怜的嘴脸 我现在就把它抽花 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待人 藍珊月 蓝珊月 星一楼悬 明眸蝶舞遍迁 你的笑 盛开了素月 我眼脸 雨绵绵 微风扬 绚人心指尖 愿那彼此 彼身体贴 来成全 如果你爱着 就不要爱过 不离别 就算不夜天 千里路再远 痴痴间 岁月把故事 讲书给秋夜 一如从前 深情 融化 胸口的箭 缠满甘愿 如果你爱着 就不要爱过 不离别 就算不夜天 千里路再远 痴痴间 岁月把故事 讲书给秋夜 一如从前 深情 融化 胸口的箭 缠满甘愿 一如从前 深情 融化 胸口的箭 缠络